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我们要讲的之前 今天的新鲜热辣的新闻是 Silicon Valley Bank 我们中文叫它矽谷银行 但是我知道中国的学生叫它硅谷银行 为什么我会知道呢 因为我有一些补教的补习班的学生 还真的是在中国长大的孩子 因为他们的父母在中国工作 所以他们就承袭了当地的这些中文的词汇 所以他们告诉我 这个他们叫它硅谷 而不是叫矽谷 这都无所谓 这都是这些中文名称翻译而已 那这个Silicon Valley Bank怎么了呢 你在新闻上会看到它的缩写是SVB 他们发生的问题就是 这个银行发生了挤兑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标题 这个叫Run on the Bank 或者就是它的Bank Run 那什么叫挤兑呢 挤是拥挤的挤 对是兑换的对 所以这个在我小时候 我们台湾还真的也发生过 但是这真的是很多很多年前的事情 就这大部分都是一些 就是我们这些存款人 对于银行的系统产生了这个信心的不足 就你会觉得说 银行是不是没有现金可以来还给我了 如果我今天要把我的20万50万100万1000万 从银行提出提领现金的话 那银行也没有这么多现金可以给我呢 这个据我们的了解是一般是没有的 没有银行会在它的金库里面放这么多现金的 所以如果今天这么多人来兑换现金的话 多半的银行是承受不住的 那为什么这个矽谷银行会有这么样一个挤兑的风潮呢 以至于接下来就他们会说 可能连薪水的 很多有的公司的薪水付不出来 因为这些公司存在里面的钱就拿不回来 这样子 好那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办法探讨它 很仔细的探讨为什么 因为时间的关系 可是我们至少学一些该学的智慧 好就我们这边我先整理一下下 好来吧 我们就一个个看吧 其实我现在总之我在做影片这个过程中 常常都会有一些路线上的摇摆不定 我都已经做600多集还会这样 我自己都有点觉得到底该不该 我在说的是这个事情 就有一个朋友最近跟我说 老师啊我有看你的这影片 可是我常常是看不懂的 我说真的吗 对啊太难了 那可是我也很明确的清楚的记得 前一阵子有一位香港的Albert同学 他说我这频道本来就是应该中高阶的英文 所以你不能讲太简单的东西 他说他有 我还记得他留过一个言说 今天这一整集我只有看到两个新的字而已 其他字我都认识 仿佛好像我对不起他一样 所以就是到底这难度该拿捏多少 有时候我也是非常非常的 唉举席不定的 所以我甚至有时候都想过 我要不要在每次录完一集之后 我就想一想 心里面去 心里面去做一个打个分数 然后可能在这个影片里面就可以标示说 今天这一集是终极程度 今天这一集是初级程度 我有这么想过 可是有时候又觉得好麻烦 我就是随心随意的做节目 然后就给大家看 要是你觉得太难 或许你可以多看几次 你如果觉得太简单 那就是我对不起你 好了 所以这个东西 好我们也不扯这个 来我们就看下去这个报道说些什么 所以这个图给你看一下 Silicon Valley Bank 就是一家这样子的银行 来那里面几个关键 所以他说这个银行事实上现在已经垮掉了 So Silicon Valley Bank SVB has collapsed Leaving many companies in the startup and tech sector worried about whether they'll be able to make payroll this week 所以他已经垮了 所以就使得很多的公司 在这个startup以及tech sector 所以startup就是新创公司 所以它已经变成一个字了 start跟up合在一起 所以I'm running a startup 所以我在经营一家新创公司 就是startup 那这个tech sector sector就可以翻译为产业 所以在高科技产业tech sector 像我们说是私人企业 我们叫它private sector public sector 这样这几个字 所以sector这个字 它当然有缓解之类的意思 可是我们会把它前面加一些不同的形容词 像例如说高科技啦 私人啦或之类的 所以类似这样子 所以在很多的startup以及tech sector 就会担心他们到底下个礼拜发不发得出薪水 so leaving them worried about whether they will be able to make payroll this week 所以make payroll 所以payroll就是薪水 你看到pay这个字ok吗 所以好 另外一个一定要讲的字就是 我这里把payroll拿掉了吗 好我们把它不回去好了 在这里make payroll 那如果今天我是在这家公司工作 那他们会发给我薪水 我就会说I am on their payroll I'm on the company payroll ok 因为我们也知道有些公司 他们会做一些那种 就是反正在会计上的一些 不要说做手脚 或者说就是一些专业漏洞 像例如说 我讲那么明白可以吗 应该也可以啦 我以前在工作的某些补习班 我就没有在他们的payroll上 可是我是会拿他们的薪水的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我是他们的一个开销 所以我就像他们买笔买纸 买这个影音机里的墨水 买他们的茶叶之类的 所以我是他们的开销 但是我没有在他们的薪水名单上 所以也就是说 我不是他们正值勤的员工 当然他们付给我的钱 对我来说是薪水 对他们来说是一种 expense 大家懂我意思 所以你是正值员工 你多半就是on their payroll 所以payroll就是薪水单的一个概念 这个这样解释应该懂了 没问题 所以很多公司可能发不出薪水 为什么 因为挤兑 拿不出他们的现金来 然后公司就垮掉了 硬钢就倒了 所以 it comes as a result of a run on the bank 所以你看这里出现了 所以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这是一个run on the bank的结果 so it comes as a result of something of 那那个something就是run on the bank 好 刚刚已经结束完几对的概念了 so with a liquidity crunch meaning svb was unable to access cash to meet withdrawals 所以他这里把这个所谓的run on the bank 也稍微用文字解释了一下下 所以简单的说它就是 它有一个liquidity crunch 就换句话说了 别人简单的说 因为简单的说我刚刚已经解释完了 所以这边是一个换句话说 所以它是有一个liquidity的crunch 什么概念呢 好 所以我们这里解释一下下 liquid这个字 原则上来说是一体的意思 所以我们在托弗亚斯的那种阅读里面 可能会看到liquid gas solid这几个字 所以gas是气体 solid是固体 liquid是一体 那一体在金融上面经济来说的话 它我们把它讲成是流动资产的概念 所以有一个词 这边有写到叫做liquid asset OK liquid asset 也就是说很能够轻易换成现金的东西 我们大概就可以称它为是liquid asset OK 或者现金本身 所以这里的liquidity crunch的概念 它就翻译成周转的危机 所以你在周转上周转不过来 你现在就面临着一个liquidity的crunch liquidity crunch 那crunch这个字我们也再多补充一下下 所以我既然刚翻译成周转危机 那crunch就是危机吗 可以这么理解 因为crunch有好几个翻译 这其中一个翻译就叫做困难 所以你在现金周转上有困难 也就翻译成周转危机 也大概是可以的 对不对 所以crunch这个字困难 还有另外几个意思 我们在好久好久年前曾经做过 就是如果讲仰卧起坐 传统的叫做sit up 因为你就是躺着然后坐起来 所以仰卧起坐叫做sit up 但是有一种另外一个版本的 我们叫卷腹 就是把肚子卷起来 所以并不是做全部的从躺平到坐直的仰卧起坐 这么完整的一个姿态 而是你只有把肚子稍微微微卷起来 所以你的上半身离开地面 但是你的后腰还是贴在地面的 所以这种我们有时候叫它卷腹 或者就叫它crunch 所以就是挤压你的腹部 简单的说 所以这里有一个简单的翻译 叫做腹肌锻炼 可是你要理解这个东西 并不是我们传统的仰卧起坐 OK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发出嘎吱的响声 所以我都还记得 以前在国外住的时候 有一款巧克力 它的名字就叫做crunch 都是牛奶巧克力 但里面包的米果 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 台湾有很多牌子是这个样子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传统的 本土的巧克力叫盖奇 还是叫什么的 叫做catch好像是 它里面就是包米果的 所以咬起来就咔嚓咔嚓的 所以如果说建一个东西 咬起来很咔嚓咔嚓的 像我知道我们有一款 很传统的零食叫卡哩卡哩 如果你还像我一样有印象的话 还有还买得到 它有咸的口味跟甜的口味 我们就来卡哩卡哩 可是它吃起来 你就可以描述它 it is very crunchy 随便形容词 OK crunchy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字的 好 所以crunch应该就没问题了 所以也有另外一个 这边再补充一个常见的名词 叫做crunch time crunch time就可以被翻译成 是关键的时刻 因为我们刚刚有理解到 它有困难的意思 所以困难的moment 关键的moment 我们可以叫它crunch time 所以这几个都是常见的一些词 好可以太好了 所以它刚才说过 就是说它是一个run on the bank 那也就是它有周转的危机 表示它没有办法来去伸出现金 来去满足这一个大家 这个withdraw的需求 withdraw就是踢款了 满足大家踢款的需求 这段我再念一次好了 因为它算比较重要的 所以为什么它collapse掉 it comes as a result of a run on the bank with a liquidity crunch meaning SVB was unable to access cash to meet withdrawals 好可以 那这位美国的Janet Yellen 她就说 她就已经很清楚的表达出了 抱歉 这次我们不会再救这家银行了 因为我们也知道 在若干年前的金融危机 所以美国政府 美国联邦政府就出手来救了很多的这些 要倒闭的大银行 他们称那个叫做bail out the banks bail out 所以这边就有看到一个bail out bail out bail这个字原则上在我们理解的这种司法 警察方面的这种的领域里面 我们称它叫做保释 OK 所以你就重获自由了 哪一个钱交保这样子 所以之前银行陷入了危机 那就由联邦政府把他们保出来 怎么保直接拿钱出来保 直接拿美国纳税人的钱给他们 结果这些银行拿去之后 先把上面的那些经理人的红这些bonus 还是什么这些的付一付清理一下 因为好像在他们的还债的顺序上 把他们的钱薪水付清楚 他们该得的红利付清楚 似乎有很高的priority 所以他们竟然先把这些人都养肥了 然后可能再去解决下面还不出钱的问题 我印象中这东西 所以这边的邀人他就说 No, we're not gonna do it again we're not gonna do that again 所以这次不会保他们的这样子 好,所以还有一个字 这边再往下看 So it's been a crazy few days for the banking industry specifically for Silicon Valley bank and its shareholders as it went from supposedly stable and solvent to closed down by the regulators in the space of just over 24 hours 所以在过去这几天 对于银行业产业非常的疯狂 特别对于就刚刚说的SVB的这一家 以及他的这些股东们 shareholders 因为as it 因为他went from A to B 所以这个went from什么 to什么的结构 那from什么东西呢 supposedly stable and solvent 本来大家认知中他是很稳定 以及是很solvent 等一下再来解释solvent 到什么呢 到被这个就是 可以讲说政府的那个regulator 所以政府的监管方可以说 他就被监管方就给关掉了 所以他是被美国政府shut down了 听起来是这样 所以从stable跟solvent到被关掉 就在24小时内 所以很夸张 那我们来解释solvent这个字 来 所以solvent理解两个意思 一个是容忌 容忌容易的容忌 solvent 那在公司的部分 如果你这家公司是solvent 也就是说你是有偿还能力 偿付能力的 所以你要是有欠人家债或干嘛的 我付得出来 所以我这家公司还是solvent 反过来 如果你的公司是insolvent 加个in在前面的话 也就可以被理解为 你是资不抵债 你手上的资金 没有办法来去抵你的债务 换句话说 就是你破产了 你拿不出钱了 对不对 但破产这个字 我们又 同学应该是记得 有这么一个字 叫做bankrupt 破产 所以我也就好奇 查了一下一下 insolvent 或者名词insolvency 跟bankrupt 或者bankruptcy 它的分别是什么 好 所以这里看一下下 也很简单 说实在的 他们的确在意义上 有着清楚的分别 不过虽然翻译成中文 你都可以 粗略翻译成破产就是了 insolvency It's a financial state where a company or individual is unable to pay their debts on time 所以insolvency 其实在描述 你现在的财务状况 OK 描述一个状况 So it's a financial state So in this state 一个公司或个体 没有办法来付出 就偿还他的债务 清偿债务 而bankruptcy是什么呢 bankruptcy是一个 法律上的词 So while bankruptcy is the legal process when a person has been declared insolvent 所以你已经 法律上宣布 不好意思 我还不出钱了 我宣告破产 你不会宣告你insolvent 你会宣告你bankrupt 所以这是一个是legal term 换句话说可以是这样 而一个是financial term 虽然说他的意思 我认为是 意义上似乎没有差太多 就是了 OK 所以再看一下刚刚这里 所以他这个bank went from supposedly stable insolvent to closed down by the regulators in the space of just over 24 hours 所以在24小时的这个时空内 这样子 in the space of什么 在这个空间中 好 所以大概今天解释到这里 也就OK了 至于你说 那到底是为什么会 大家突然间要去挤兑 好了 请你自己来读新闻 因为我们大概没有时间 把它讲太多 这样子 OK 如果要讲理由 那真的是蛮长的 但是我们 我们终究是教英文的频道 所以我们教一教这些有趣的字 希望把它学起来 今天看到了 payroll run on the bank bank run 所以它是在 tax sector里面 发生了一件事情 然后solvent insolvent 这几个词 知道一下下 其实我想 我还是很想继续讲下去 不过我也知道 我们每天一堂课 大概真的不能讲太多 想这家公司 为什么它很独特 我再多废话几句好了 就是它毕竟在矽谷里面 所以这家公司独特的地方 是很多的 很多时候它募集到 就我是新创公司或之类的 我募集到了资金 那些资金就会贿入这家银行先 那贿入这银行之后 我是新创公司 我就会从里面去 把这些钱拿出来 把它花掉 所以一般来说 SVB这家银行里面的钱 多半是不会待太久的 不像一般的银行 像我自己有定存 那个定存一丢进去 可能好几年都不会碰到它 所以很多的银行是会有 很多定存的reserve 在他们这边的 但是SVB这家银行 特别就是 它的流动性非常的高 然后他又去把它 好像就是去年 他突然间有了非常多的资金流动进来 所以他们就 银行也毕竟是一个法人单位 所以他会把这些钱拿去另外做不同的投资 所以他拿去买了一大堆 Mortgage-backed security 中文也要怎么翻 就是用以房贷为当做 当做 我翻译的真的很烂 所以Mortgage-backed security 有兴趣的自己可以去找一下 我把它打给你看 或许我们有机会的话 可能也可以再多做一集 因为还有一个店叫大麦空 它里面就是在讲这个东西 Mortgage是房贷 Mortgage-backed security 这个东西反正他就买了 然后结果后来发现怎么样 然后又要卖出什么干嘛的 总之就造成了一些谣言说 这家银行可能会有一些 liquidity的问题 所以以至于大家就对他失去信心 然后就说来来先把我的钱吐出来再说 所以当所有人都冲过来对着你说 来来把我的钱吐出来的时候 你吐不出来 那时候你的银行就倒掉了 这样子 好了 讲到最后这一小段 有点不太负责的 没有给你看任何东西 I'm just rambling but anyway that's me 好了我是Paul 我们讲到这里可以了 下次见